欢迎观众朋友再度回到我们高雄公共论坛的节目 这一集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大高雄有哪里好好玩 而这些适合发展观光的优势呢 是不是又能为我们地方带来商机呢 在上一阶段的节目当中 来宾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当然其中也提到了可能有一些的问题 需要我们观光局这个官方的部分出面来协助 我们以刚刚这个理事长还有提到 因为一场美丽的意外 一个眷村它因为彩绘 彩绘眷村在网路上一炮而红 每逢假日都会吸引大批的游客 但是地方可能还没有做好相关的准备 游客的来可能对于当地的住户 是形成一种扰乱的 那这个有没有在这个 眷村还在保留的这个现况之下 有没有办法能够帮他们成为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观光景点 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那我们是不是来请教我们观光局长 是 我想县市合并之后 我想有一些是属于景点 或是一个游城上面的一些个案 那我们要看看它结构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县市合并之后 特别是在南台湾的所有的观光产业上的问题 我想有几个三个层面里面 我提出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是我们的所有的国际的领应量量的不足 也就是国际观光客或包括国民旅游的量 进来这个城市的量不足 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的所有观光产业链 那个链没有勾上 第三个就是那个观光产值产生不出来 所以现在观光局在推动的工作就是我怎么把所有的这一些 包括所有的铝应量的部分里面把它创造出来 激发出来 那观光局在推动上面 第一个我们就是海陆空的所有的陆网航网 我怎么去拓展跟整合 这是第一个 透过这样的海陆空的航网陆网的开拓 我怎么把国际观光客带进来 把国民旅游 北部中部的国民旅游带进来 市民怎么自己也进来到这一个休闲里面 周休二日 他也走到户外 走到27区去里面 去感受在原来 县市合并之后那样的城市跟生态之美 立的美在哪里 我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所以我简单的挤一个例子来讲 我们过去包括两岸的航班来讲 过去每一周两岸的航班是370班 只有27班是在小港国际机场进出 怎么会有陆客进来呢 量不足 靠八天七夜靠一个游览车北进北出 把这些观光客陆客拉进来 很不容易 所以我们在积极包括所有的航线 包括除了两岸的航线之外 包括香港的自由行 包括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的自由行 包括日本跟韩国的自由行 或是包括一些银华族的 这一些特定的族群 你怎么把观光客能够吸引到这个城市来 我们都在做这个工作 第二个包括你的海的部分是什么 我们的游轮怎么把说这些crew 把那个亚洲的航线的部分里面航到 高雄港也是一个点 让它24小时停泊 在这个城市里面做city tour 城市的旅游 能够在这里产生 包括一游轮要停泊在一个城市24小时 要供应一千人到三千人不等所有人的吃 那它一定要有很多的蔬果 肉类肉品这些等等饮料 要把它供应到这个船上 所以包括路往自由行进来了之后 包括到机场到了高铁的时候 你的路往怎么完整 这一些的整合性的工作 这些观光局必须扮演这样的角色去进行 第二个部分就是属于观光产业链 过去航空公司归航空公司 游轮归游轮 旅行社归旅行社 然后到了接下来 所有的包括每一个餐厅 包括每一个奥兵家店 还有包括珠宝店 还有我们的各个景点 它都是脱钩的 我们这样要把那个链 那个产业链怎么勾连在一起 所以包括刚才几个包括廉教授 理事长还有一眼在提到的 有一些景点 那些景点的部分里面 怎么去工跟市部门里面 共同去参与 让那里是成为一个亮点 是所有的观光客可以参与 参与的时候 你必须要跟当地的居民里面 取得一个平衡 让它成为一个亮点 游客可以进入那个区 比方说左营那个区域里头的 包括建村文化廉池潭 刚才一眼特别关心的那个部分里面 这些都是要共同市部门 公部门自己参与 第三个部分就是属于观光的产值 怎么停留第二天 还有包括刚才理事长提到的 博厄的特区 那些文创文史的 足够让观光客去停留在那里 看了一天 博厄里面就耗了一天 接下来采购又是一天 佛光山又是一天 那就会停三天了 还有到莲池潭又那些 包括它的建村文化庙宇文化 那又停了一天了 你怎么足够有它好的游城 让它包括景点 旅游行程导览这些等等 还有吃的文化怎么结合在一起 我想这个都是照在我们三个所有的 包括量 量 值的问题怎么去解决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在结构性的问题 我觉得这都是公司部门 大家一起要来努力的地方 是 谢谢局长 那我们要请教理事长 就是因为有接触到很多旅游团体也好 或者是个人也好 或者是个人的经验也好 那他们就是说对我们高雄的 可能就是这些点 是不是他们觉得已经串联 应该算是串联好了 还是就是说我就随便走马看花 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到底可以哪里去shopping 我这些地方值不值得他们shopping 对 因为主要就是要赚观光客的钱 高雄最近瑞丰夜市也是火红 中北部观光客也是一直想去瑞丰夜市 当然这个对我们当地的商家 都有很多收入的来源 刚才我们议员有提到说延持坦周边 大概我会去观察一个 目前观光上面你必须要去做改进 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好了 我记得之前陈市长曾经问过我 我们高雄怎么也没老家 当时还没有五都 我们高雄怎么也没老家 我在想说高雄老家有啊不是没有啊 我们哈马星其实有很多非常古葡的 那种日本统治年代留下来的西九阿储 房阿储也都还留下来 就是没有去整建嘛 没有去整理出来 那现在五都合并之后 齐山不就老街了吗 那我讲个简单的例子好了 我想这个在我们观光局的这个地方 观光的整合上面要特别去注意到一个小细节 齐山老街是没有管制的 那么美丽的大政街屋巴洛克市 非常精彩非常漂亮的 具有文化跟观光同时存在的价值 可是那不管制 所有的游客在这个街道上行走的时候 摩托牌啦 驾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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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你没有办法让游客放心的 非常专注的 去欣赏那么美丽的文化景观 看不到 另外一个我在举 我们十八王公庙你知道吧 就是英国领事官邸 旁边有一个十八王公庙 领事官邸里面其实厕所 游客使用的那个建筑非常少 特别至于是 路客到高雄一定要去的一个点 你每天下午去看路客是满满的 厕所量不够 导致了旁边有一个十八王公庙的厕所 路客都跑去用那个厕所 那我曾经亲耳听到有路客在那边 互相私底下在讨论 啊 原来台湾的厕所 比我们那边还要糟糕 我听到就是很坏勢 真的没有办法去解释 那厕所没有人去清掃 没有清理的 张乱之不堪 好像是二十年前我去大陆那种感觉 这个都是我们官公部们要去注意 刚才议员有提过嘛 许多杂乱的情况要去改善 另外一个是我们左营 中营的本门里面还有冬自住村 还有人在住 当你在那个城门洞口 你要去解说这个门审的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住审的 还有北门旁边有个人行步道 之前很多游客到高雄来问我 诶 彭先生你们高雄的 伴手礼是什么 那时候我头发压很久 不知道要怎么办 那是后来的事 之前我是想说 怎么跟游客来到高雄 请伴手礼的话题 后来我想到一招 我跟高雄伴手礼 但是你要不小心才带得回去 你要小心就带不回去啦 什么意思 原来北门城门下都是高雄 不小心才到来的是伴手礼 那种伴手礼大概人家不喜欢 那现在还好 我们高雄最近这几年文创产业 非常发达 创造出很多无数的伴手礼出来 像什么黑鱼香肠 什么豬股拼 火柴拼 打锅拼很多 现在我们可以大声的告诉你 我们的伴手礼是什么 这个其实都是我们要去关注到的一个 也许是忽略掉的一个层面 一个环境是否 我们讲公共空间好了 公共空间是我足以达到一个 接待外来一颗的一个水準 这个必须要工部门去挹注 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公权力 很多的这个经费 去做改善 譬如鹅仔聊鱼杠 柯子聊港最近整建得非常美丽 那个环境的改善 有赖于他们的渔会总干事 那个张汉雄先生 要了很多工部门的经费 现在整个观景台 整个周遭环境已经做了一个大幅度的改善 让我惊艳 这个都是我们要努力了 谢谢 是 所以就这个旅游品质而言 其实我们是还有 周遭环境要去搭配 是是是 才能提升我们的这个旅游品质 那刚刚那个理事长有谈到 结合这个文创的部分 我们的林教授 您在这个本身也算是一个专业行家 从我们的这个城市官的一个设计 到后来就在工部门的时候 当然包装这个宋江镇也是非常的有名 那您觉得就是县市合并之后 这些还有没有说可以再发展的 您觉得就是说就您的目前 你觉得文创要怎么样跟这边做一个结合 我延续那个理事长的话题 就讲旗山老街 是 没有错 旗山老街它的外貌 那么漂亮的巴洛克风格 没有被 好好的来运用一下 对 那这个部分好像在工部门里面 好像又不是观光局的业务 跟文化局好像 文化的公务局 就其实那个部分的整个他想做 但是其他单位又没有想到这一块 事实上 所以说市府本身其实他 我觉得他更应该有一个跨局势 可是这个部分其实提了很多年了 那他一个一个更上位的这个部分是什么 一个可以突破局势的那个各个权责的限制 那另外就是刚刚讲到明德行政 可能会被被迫拆见 如果说从一个被 可能被肯定是一个观光 高雄市可以逐一被另外一种观光景点的话 他根本就是 可是又面对问题 他可能是一个 一个他就即将被被拆见 还怎么样种种的限制 其实就都市发展而言 有了一个他种种法令的限制 他不能够怎么样下去 那事实上我觉得这个跨局势就那么重要 我就是要来找法令来帮他们解套 为什么不呢 就可以啊 那个法都是人规定的 你一定国防部要怎么样 那个可以谈 早期魏武营 本来就是国防部就是要变成是一个 水泥的都市冲林 明天还是他变成谈条件嘛 多少钱就变成是商业用地 多少钱变成公园 怎么不可能 所以我觉得那个主事者的那个担当 气度跟那个前瞻宏观的那个 敏感度 对 那我包括我曾经确实的 刚刚主持人也讲到宋江镇 因为他真的是从传统在内门那个部分 就是从一个传统的庙会 变成是全国大尊宴校的学生 愿意这样一起起来的 那高雄县 之后到高雄市来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也弄了一个 就是长眼线的这个HUHA LOGO什么的一些 当然是局长在 也特别为那门宋江镇请命 他有一定的精神在 但是因为承办的衔接还是那个 他整个精神 其实今天我看到 不见了 那个精神不见了 那这个是 就是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也特别要为宋江镇那种 创新的这个部分 再做一些拜托 那我最后分享一个 就是所谓的公私合影的这个态度 我到利物浦去 我到英国去 我到香港去 其实政府 你看我觉得如果把高雄市当成是一家公司看 当公司 当成是一个产品看 高雄就是一个 我要买一个东西 要怎么买 要怎么买这个产品 第一个它的品质好 第二个就是我要怎么做行销出去 所以这里面在谈创意 所以把高雄当成一个产品 谁来帮它行销 其实那个部分就是创意人 那个就是广告公司的创意 这个部分 公务单位不要那么辛苦 其实我跟你 不管是伦敦还是立普 我看到英系的系统 包括因为曾经那个英国也是被英国 他们系统是政府出一笔钱 政府不做事 他们是 他们只做一些行政的那个 创意的东西交给民间 他们有一个标 可能举个例子 以高雄市来说也许是一千万 这个一千万 尾多给广告公司来投标 我这一标里面就是 你这一千万 你就整年度养你们公司 你就是一家广告创意公司 来行销高雄 那也许一千万也许不够 但是他就是刚刚局长所谈的 就是那个观光产业的链 这家公司创意人 他就去结合饭店业 结合交通的种种 他去结合小吃业整个 他们就变成联盟 那他们联盟本身会有一个基金 就进来 他们一千万 他们会滚出一亿的 滚的基金 产局商机 对 那我怎么样去行销 脉络 那它是一个结盟的 所有的创意 所有的广告 根本就是这家私人的广告 你想一家广告公司 在行销高雄市 跟一个工部门单位的公务员 在行销高雄市 那个效益绝对是天壤之别 那这个是我在这个时候 也提出一个分享 是 谢谢林教授 那我们请教议员 那您的看法呢 就是说 就对我们目前的一个 观光旅游的品质也好 就是说 结合区区有特色也好 是不是 那个观光客进来之后 我们说要拼观光 当然就是要 发展我们的观光场业 那当然就是说 这个商机很重要 那目前就是说 您觉得我们 是不是还有官方的部分 还需要再跟民间好好的 来合作沟通 其实我要特别打一个例子 刚刚我们有提到说 那个瑞宏夜市 其实就是诚如 我们知识新春一样 它是一个错误的 美丽的一个意外 我想因为瑞宏夜市当时 它真的单纯只是一个夜市而已 也是市政府 一直在取地的夜市 但是为什么现在 你转型到变成说 它那边是一个很大的商圈 你到那边看 它整个 就像刚刚我们有 那个理事长提到说 外地人都会想要来这个地方 那我们也做过民调 它现在高雄市景点 大概排场第一名的 六月是曾经名列第一名过 那周边的商圈 我想当初那边的屋主 都没有想到他们的房子 会一下子要升 月租费是上十几万的 好几万 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是民间他们自己这样一个组合 所以我们刚刚几位讲的 就是自己这样一个串联 一个串联 那政府其实现在已经在那边 一个辅导的立场 那同样的我想要营造这样一个商圈 商机 我想我们观光的目的 吴烟冲的工业 就是希望能够制造商机出来 但是反观于我们市政府自己在做的 这些观光景点 反而是没有 没有像民间他们这样的一个自主信号 慢慢就一直聚集聚集 然后就成了一个很 很强而有力的一个商圈出来 然后他们是 像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联赤坛 这是一直感到我最痛的一点 就是我们一直希望联赤坛 它是一个这么好的高铁 再一出来就是它一个大的景点 它是一个门面 然后联赤的资源那么好 里面有古迹物有文化 然后有南北小吃 有各式各的我们老部落 有眷村文化 有新社区集结 那现在巨蛋 还有那个市民主场馆 其实新旧交集都在那边 那新的景点注入 旧的景点注入新的元素 其实它可以再造的 可是我发现我们联赤坛 到现在还是停摆在那里 就刚刚我们陈鲁 我们那个理事长提到 七三老街 七三老街跟准 我们让我想到我们联赤坛的痛 联赤坛它其他的景观也很漂亮 那个景色真的非常美 但是也是跟他们同样的问题 那些那个街道 就是我刚刚提的那条商店街 车子 那个摩托车 串来串去 我曾经看到更夸张的 就是我们那个导游 带着他们的那个队员 从我们联赤坛这边 新市场那个龙虎塔 那边拍完照 要过来这边商店街 买东西的时候 那个导游竟然是手笔这样 在路中间挡住车子 让他们的人赶快过去 我当下要赶快拿相机 起来拍东西来不及了 不过那是很讽刺的一个画面 就是说这么美的一个地方 然后大家 竟然没有办法很安心的 在那边欣赏风景 然后来看看我们的那个民产 我们的在地的一些伴手里 什么东西 他竟然还要在为了这个交通 在那边闪 甚至还有观光客 在那边被车撞到的 受伤的 这个都是很不好的印象 所以我是觉得说 在刚刚我还是要强调 我们这样的一个配套 是不是做出来了 一直猛推这个景点 但是我们试一下这些配套 有没有做出来 那刚刚我们也有人提到说 像工部门的部分 都是多头马车 我想我还是讲 连资坦这条商店街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连资坦整个观光景点是观光局 湖面是水利局 然后道路是公务局 然后商店街是我们的金发局 然后门面改造是都发局 其实你不要看这样一个商店街的营造 是这么单纯的一条商店街 但是它牵扯的工部门太多了 那这些工部门有没有办法 跨局处大家来整合 其实我坦白讲 大家都不愿意 各自管各自的 我们为了这条商店街开了不下N次的会议 但是今天都发局出来开的时候 讲都发局的门面 其他的部门就是听啊听啊 观光局出来讲 他们要怎么营造这个光光商机 其他的部门也是 你说你的 我做我的 道路 我的道路有我的路权 你们不能给我什么 怎样又怎样 那交通局它的动线交通动线 其实很多的问题 那为什么我一直要求我们市长 就是跟他说 这样一个简单的景点而已 你们就没有办法把整个部门 跨局处 跨局处来好好整合 那市长当时我们还有一个联台小组 在那个林仁一副市长的时候 他多少还有在启动 但是后来林仁一离开之后 李永德来接这个位置 他可能因为新婚啦 他现在还在蜜月中 我也不能太要求他 不过他当时有承认我说 4月底以后就要启动这个机制 是 那结果到现在还是没有动啊 那你说要推光光 推光光 好啦 推光光你做得再好 你的景点 一个一个地方你怎么去把它串联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看刚刚我们还强调的 你的卫生环境 你的品质如何 还有就是一个安全 旅客来到我们这个观光景点 如果受伤了 你像阿里山 很多人都要跟我们讲说 过去大陆的人来到这边 第一个日月坛 第二个阿里山 他们很想去阿里山 可是阿里山常常出 小火车的问题 慢慢的有点就不会想要去了 那他们有人跟我开玩笑说 硬货得虎 那这样刚高雄 可以赶快来招喊 过来我们这边 可是问题是 我们高雄是准备好了吗 搞不好他那个问题 到后来有来我们这边换 我们这边也有没有做好这些设备 或者是硬体的部分没有弄好 反而也不是一个好事啊 对不对 反而另外一个坏的印象出来啊 那这没有达到一个行销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说 这个工部门的部分 你们看到的都是表象 那我们希望是说要落实 那个软硬体 然后还有很多的一些 该注意到的东西 你们都要做全一点 品质真的很重要 安全也很重要 这样子我想我们要来推销这样的东西 才有那样的意义 是 那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们可能就是还要回到 目前在现场唯一的市府官员的 代表观光局了 当然就是说 当然我们要好好玩啊 那观光局这边也非常努力 就是县市合并之后 就一直不停的在推推推推 但是就诚如这议员有讲的 你们在这边前面一直推推推 但是其实美丽的意外却在后面 又不断的发生 那我们要如何提高我们的这个旅游品质 那就是说突然间有这个意外 发生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就是把他们纳入 到我们的这个观光景点里面呢 我们请局长来做个简单的问题 在现场合并之后 建构完善完美的观光环境 这是我们观光局的责任 但是像陈议员刚才提到的 有联赤坛心中的痛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会在短期里面 让他觉得欣慰跟微笑 然后我们再加紧的努力 但是提到的部分就是这样的完善的环境里面 最重要刚才各位来宾在提到的都是一个景点 那个景点怎么足够让吸引观光客进来那个景点来看 是美的 是有内涵的 是有故事 是有人文的 有文创的 现在其实在市府团队里面都是在分别不同的部门里面 局处里面都在加紧脚步 比方说一些旧景点新意向 刚才提到几个问题 首先我说明一下整个联赤坛的整体的规划 联坛小组在规划的时候 现在目前已经开了第二次会 那有一些包括跟市民之间的协调的工作 都还在积极的进行 那几个部分包括整个商圈 联坛路的商圈的营造 那个部分里面怎么要让它 这个联坛路是有一些商圈 商圈能够建构完整 比较长 比较多的商圈里面 不同的商店街 商店的每一个店里面 都是有不同这一些景或是物 让观光客会进来看 会来买 然后把整个联坛路 包括胜利路那里 整个把它做一个徒步区 把它做一些封街 让所有的观光客进来 在这一个商圈里面 在观看的时候 它会比较轻松 比较安全 那样整个环虎的部分 包括整个庙鱼文化 怎么去导览 包括我们现在 原来的观光局的行政中心 现在我们也正式委托 给农业局去委托经营 它要成立一个 农特产的展售中心 那里面包括有 我们在高雄里面的农特产 包括那些特别的几个 包括像年度的 像凤梨 香蕉 义荷包 还是那些蜜枣这些 都会是在那里面展示 展售 二楼的部分里面 可能会做一些加工 我们高雄的一些名牌 品牌的部分里面的伴手里 把它展售 三楼出步上规划是一个故事馆 比方说我们的金黄芒果 黄金黄老先生 他的故事故事是什么 义荷包是怎么来的 是怎么从过去的乌厢 那一些 然后转变成为义荷包 那个来源是在哪里 故事在哪里 我们把它展示出来 路客包括日客喜欢到莲池潭 他至少看了包括庙宇 或商店街 完了之后 他还可以救我们农特产 这些故事还有一些手里 他也可以买 还有包括那一些 有一些蓝绳 那个滑水的 蓝绳的滑水道 现在也在建构 这个议员我们也都跟 召集人也特别都报告 包括这样整个环府的观光 怎么把它整个完整配套的做起来 这个部分我们也都在做整个工作 另外一个来宾在提到的部分 包括一些奇山老街的部分 我想奇山老街的街景的部分里面 这是金华局所属 但是我们两局 我们也积极在督促 比方巴洛克市的景点 上面都很多的招牌 怎么把它拆卸下来 然后把巴洛克市完整的呈现出来 介绍给很多外来的观光客 因为对他们是非常好奇 为什么那个地方会有巴洛克市的建筑 它的故事历史是在哪里等等 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 包括夜市界的 那个宁言地形的二地形 怎么把它建构 我们会在12月底前 会把整个观光的二地形的部分里面 夜市界把它完整 包括有一个生态中心 包括一些导览步道 还有包括景观台 这些都把它建构完成 所以我想在市府团队里面 也积极在每一项的景点里面 把它特别是把它督促出来 刚才我回答一下那个理事长说的 市长一直在讲公册 是一个城市进步的指标 那个公册的部分里面 你提到我会去看 到底章在哪里 市长常常在市府市政会议的时候 常常叮嚀 那个公册是不是干净 当公册里面不干净 你的景点再美丽 人家都兴致大扫兴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会在所有的这些景点里面 会把所有这些工作都把它加强 但是很特别的就是提到的这些 人等的怎么把旧景点新意向呈现 我想差有一些时间 但是规划上面 我们会把这些亮点 逐步希望在短期里面把它呈现 这个请我们的召集人 可以不用那么透 是 那当然我们要拼观光 当然我们大高雄还有许多的景点 可以结合一区一特色来进行行销 要怎么样行销 要怎么样把它串联在一起呢 在稍后回来下一节的节目当中 继续为您做探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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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